哈喽,大家好,今天是8月17日,8月下旬开始了,如果你可以种冬季蔬菜,那么你从现在开始就必须开始育种 那么今天我们讨论一下,种什么时候我们种冬季蔬菜和种什么冬季蔬菜 那么什么时候开始种冬季蔬菜呢?取决于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所在的地方离第一个冬季日期有多久 也就是说我们第一次上冬结冰的日期有多久 那么你如果要种冬季蔬菜,你必须保证你所种的冬季蔬菜能够在上冬之前收获 那么冬季蔬菜呢,又取决于我们所在的地区的气候的条件 那么气候呢,又取决于我们所在的地理位置 那么我们可以看看我们所在的北美地图 那么北美的气候呢,由于太平洋气流的影响 所以呢,北美的气候呢,形成了一个大写的L型 也就是从温哥华开始,一直到纽约以南的沿海地区呢 都属于温热的气候 那么在这些地区呢,一般的冬孙日期到来之 冬孙大概是11月底到12月初的时候 如果你立这个海岸线较远呢 那么你的冬孙的日期呢,往往就会提前 我初步计算了一下 大约每100英里就提前10天吧 所以说那么冬天的这个上冬之前 我们必须保证我们的蔬菜能够收获 现在8月下旬到这个12月到上冬之前 在我们这个沿海的这个温热的地方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种冬季蔬菜 我们种什么蔬菜可以保证在三个月之内收获 而且这些蔬菜比较适于酷的天气 或者是比较冷的气候天气 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说一般来说呢 我们种萝卜,白菜,菜花,芹菜,菠菜, kale,辣椒等等 我们都是我们的冬季蔬菜 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必须开始育种 那么我们到哪儿去买这些种子呢 那么我们可以到基本上 我们所有的五金店或者是苗圃 都有卖这些种子的 所以你可以找到这么一个摊位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儿精选种子 那么我们也可以到华人超市里面 也有类似的比较小的一个摊位 那么它可以有一些比较华人喜欢的一些蔬菜的种子 也有卖 像什么大华九九和有一些什么永和之类的 都有卖 那么冬季蔬菜的育种呢 我们主要的是用这样两种肥料 那么一种肥料呢就是一种mulch 这种mulch呢就是说 基本上都是一些树的叶子和枝叶子 组成的一些比较粗糙的一些土壤 那么在这种土壤呢 往往这种mulch呢 它是比较有透水性比较好 那么这是我们育种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说我们需要在预整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需要有透水性比较好的东西 土壤 那么另一种东西呢 就是我们的积粪 那么这个积粪呢 因为它含有较多的氮磷钾的成分 特别是氮的部分 那么所以说呢 我们增加一些氮的部分呢 有利于它的成长 这个种子的发育 有利于种子的发育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一半的mulch 一半的chicken 一半的鸡 鸡粪 那么这是我们的土壤 那么我们在用 我们讲容器 我们用什么容器呢 我们一般来说呢 如果我们要用很多的 比如说菠菜呀 这些小白菜呀 这样的菜种比较 菜种比较多的呢 我们一般呢 就用一个盆 那么这个盆呢 然后语来育种 这样的话就是 我们可以撒很多的 那么如果要是一颗一颗的育种呢 我们利用了就是我们reuse了我们以前买种子的果子 剩下来的一些这些盒 那么这些盒呢 我们可以一颗一颗的把它放进去 这样的话我们育种 再用这些容器来育种 Hello 大家好 现在呢是八月中旬了 我们可以开始逐渐的准备这个种这个冬季过冬的蔬菜 那么详细的冬季蔬菜的育种过程 我们将有一个最新的视频 请大家继续观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的连结键 订阅 转发 点赞和收藏 谢谢大家 这是冬天吃萝卜 谢谢大家